下一位請柯建民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剛才我們議員委員在講 到底是柯建民說或是蔡英文說 到底這個急不急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本期代表民運黨談說 好不好 那至於往來的時間 我們有八個委員的時間 全部交友來同意來發言 當然後面陸續來有委員發言 那等於 今天我在這裡要講說 我們今天在談兩岸 兩岸建民條例 應該把所有歷史嚴格先了解清楚 把國家情勢和過去的狀況 現在情勢變成怎麼樣 大家先談清楚 然後再談 到底 因為我認為 這麼一個重大法案 大家應該是用理性來問政 所以對於時代力量 我先講一句 對於時代力量所提 要有其他委員會 來一起聯繫 這沒有不可疑的道理 但是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 我來談一下 先談 讓大家來回憶一下 整個兩岸的問題 大家要記住 民進黨執政 在的時候 成立的時候 一直在講老兵返鄉 然後1990年的時候 大家記得 叫金門會談 金門會談誰簽的 陳常文簽的 兩岸移工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那時候 在 國會前面改選 以前 1990年的時候 金門會談 陳常文簽的 也有很重要的時間 大家請記住 1993年4月29號 1994月9號 是孤王會談 1993年的時候 第二位 國會全部改選 所以那時候 我就進來立法院 在整個 這個 時間長頭上來講 從1993年 我到金門會立法院 到今年2017 24年裡面 這個議題 永遠在討論 請大家不要忘記 永遠在討論 但是要 要了解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因為1993年 4月29號 孤王會談 所以那時候 抄襲立委 那時候才國會前面改選 抄襲立委認為 兩岸 有一天會噴刀 要談判了 要協議了 所以那時候 有國民黨黨團 領先提案 叫趙總統親 那現在 後來進來民進黨 是1993年的時候 趙總統親以及國民黨 所以 包括 王堅謙 趙少康等等 都有 陳奎苗都有 那民黨黨團呢 也提一個案 有 有關兩岸協議 建築條約 沒有提一個案 是有誰 陳沐雄連署提案的 有36個 包括提案裡面 包括 趙少康會來連署 國民黨也來連署民黨提案 所以那時候 朝委共同一個看法 就是什麼 因為固安會談展開了 所以 可能 接下去兩岸之間 會開始接觸 所以這個 言由從那裡開始了 那裡開始的時候 但是呢 後來民黨黨的提案呢 在程序委員會 大家講好 國民黨簽過 然後民進黨再提案 結果國民黨耍詐 把民進黨黨團提案 轟殺掉了 轟殺掉 剩下國民黨一個案子 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約 當然那時候 民進黨黨團提的是 台灣與中國 立法處理條約 這嚴格是這樣過來了 然後呢 在1993年 1993年 1993年 12月24號 這個聖誕節前一天 復委了 1994年開始審查 哪一個 那時候 多少委員會審查 列政 國安外交 四個法治 所以聯繫審查 聯繫審查 時任的委員會副主委 代表行政院來做備詢 那審查到一半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千島屋事件 千島屋事件引起國民 所有人的憤慨 所以千島屋事件以後 所以立法院 這個在審議法案的時候 就是說暫停 用這個理由暫停 那因為 再審下去 根本就是 有入國格了 發生千島屋事件 我們還在跟他 要什麼協議 所以那時候 兩岸就斷橋 就阻結往來了 所以一似乎 這個條約也在 第二屆的時候 停下來 那作為 聯繫委員會作為 作為捷役 就等 行政院送法案來 再去審 那就一直沒有了 然後到1997年 時任的行政院長叫校院長 校院長提出來 兩岸協議進入條約 國民黨黨團提出來 國民黨執政提出來 1997年 但是立法院那時候覺得 根本這個不急 所以 這一期不連續 到1999年 前院長再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再提出來 1999年的時候 又沒有審 立法院全部沒有審 那就兩天以後 換民黨執政 民黨執政的時候 十任的入委會主委 叫蔡總統 所以我們那時候 也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 所以去把兩岸人民關係條約 前面翻修 包括護委託等等 所有機制 全部翻修 那到民黨執政就是 用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約 來處理 到了國民黨執政 2008年以後 那我們認為 馬來西九 警鐘賣台政策 那是非常危險 所以民黨黨團 在2008年的時候 2008年的 六月份開始提出來 兩岸協議 就是 建築條約 又再提出來了 但是呢 被國民黨一路封殺 一路封殺多少次呢 2008到2014的時候 總共封殺 104次 總共104次 我們把這個大家講清楚 到底今天 我們的情況是怎麼樣 封殺108次 那是 有一個事情發生了 2012年 2013年 胡茂6月21要簽 胡茂6月24要簽的時候 那時候在簽了前一天 就在這個現場 民黨黨團問王毅齊 胡茂內容是什麼 王毅齊進步回答 所以他們才有說 黑箱胡茂 因為沒有監督條例 但是我們 一直提的監督條例 2008年一直提的監督條例 被封殺1084 所以真的是噴到了 這是胡茂 2013年 6月21號簽胡茂 所以2013年 6月25號 6月25號 宴會 臨時會的時候 本區代表民黨黨團 那時候大家佔領主義台 跟國民黨協商 有關於胡茂 將來要怎麼審查 所以立下四個原則 第一個 要逐條討論 逐條表決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逐項討論 逐項表決 發言人家說 六四項 要二四條 總共要表 委員會都要逐條討論 逐條表決 然後 不可以自動生效 不可以自動生效 不可以前按表決 那是 2013年6月24號 後來 我後來 朝委學長全部同意 同意通過以後 在驗謂先圖過 就是說 對於兩岸協議 尤其一種符號 那時候 我們立下這個規範 其實這個規範 符號要通過的機會 那時候講過 符號通過的機會趨近於零 這是為什麼 在這個原則上 我們要講這些呢 因為到馬英九執政以後 對於兩岸政策 他大量往中國傾斜 所以立法院當然要有監督機制 是到2014年的時候才有318太陽花事件嘛 2013的時候 9月8號 9月6號政策發生了 馬英九那時候就認為 民運黨擋住符號 用這個式條件擋住符號 是王金平跟我配合的 引化9月6號政策 再隔年318 318以前 對於符號 我們要開二次長公聽會 我們還在 九二大禮堂 到底誰出神 在主審這個符號 大家 當然衝突 所以3月17號 3月17號 大家記得 三月17號才有一分鐘 就把他停案送宴會 因為他違反朝委想結論嘛 要注意到討論主要表決啊 所以今天 然後318的時候 所以才有先立法或審查 先立法或審查 所以這個法案 是朝委大家共同 在24年的歷史上 大家都有一個軌跡可循 這個軌跡是什麼 就是立法案要有監督機制嘛 那共同執政就完全會否決嘛 所以我們提案推1084 包括林思維我們提出來他都退 一路退嘛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冷靜想一想 我今天很肯切的講一些話 就是說 我們大家 面對國家這種狀況的時候 面對兩岸現在新的形勢 尤其 川普 習近平 川區會即將登場的時候 兩大國的新的局勢 產生的時候 台灣應該在什麼立場 我們應該在什麼立場 來看待兩岸的政策 所以 剛才 蔣萬文 講都講錯 什麼名字 應該是講 王一銘講錯 2014以後 我們也主張 因為滿久之前 我們主張 政府條例要審查 我們也是主張要審查 是被台連擋住了 然後換到這一屆來 這些 我們都大家都很清楚 兩岸的問題是 現在最敏感的神經 所以 蔡東勝台以後 蔣萬軍維持現狀 所以中華民國的法律 新法教育 以及法律條例下 底下來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要談 好 剛才蔣萬文說 民進黨 行政院沒有版本 這是叫 兩岸監督條例 私立法院監督行政院 所以其有由行政院拿出一個條文 說你們怎麼家裡監督我 我們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民進黨黨團提出來 那民進黨黨團的版本內容 當然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有三階段 談判前 談判中 談判後 會議長嚴謹 強調國會監督 國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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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一套 所以這樣的情形西下 剛才 講說 民進黨今天沒有版本 請問國民黨有沒有版本 國民黨是個人提案 國民黨何來版本呢 個人提案啊 我請教問你 現在國民黨現在在 黨主席在選舉 國民黨現在兩樣政策誰在主打 我們看到 好像就是 這一中 各表一張還是一中同表 國民黨你先講清楚 那今天 這 川崎威爾在提勒斯要 到大陸訪問的時候 在3月8、29號 既然大家說這個趕快來審 美國 和中國是不一樣的 現在大家 在不想矯勁中 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最佳審財 十三十克 大家想一想 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張志堅怎麼向台灣 在這個時候 然後 川崎威爾馬上要開始的時候 馬來一久又跑到 跑到法武器 講他 這樣跑到法武器 反對 中國的 一中政策 到底這個是跟中國的暢和啊 這麼明顯的時候 提著是他在談 3月18、19號 所以我對於太陽花 在這個明顯時刻的時候 去弄了人群立白來羞辱我 我認為這個愚笑大方啊 我今天要談這個 講談清楚說 國民黨 你要有一定的邏輯 假如是想監控插針 造成民進黨的尷尬也難為 我們會勇敢面對的 我們有一關的邏輯和理論很清楚 有一段國家安全策略是怎麼樣的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今天 很一看 這個法案 因為這個委員會過去在上兩個會期 在過去傳統以來 都是由大家講好 那又抽一天 所以上次我們抽到 胡茂我們主審 國民黨不認帳 三個會期 還是維持如此 但是呢 那時候 陳照明委員在這裡 有關政黨法 只是講第一個會期 國民黨主審 第二個會期 我們要排的時候 國民黨來這裡反對 我們就讓給陳照明委員來主審 說要出委員 第二會期要出委員會 也沒有出委員會 今天 在這種情況下 證明中招委 在這時候 看 欸 情勢大有可違 可可以見眾他殺人 事實上矛盾 完全不顧國家 現在的整個策略的立場是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 造成大力小意之爭 好像製造一些戰場出來 製造一些戰場出來 這轉移現在我們現在最重要 我剛才講 我在這裡很清楚講這件事情 監督條約 絕對不是現狀台灣最 最重要的法案 最緊急的法案 我們要年輕改革 你知道為了救照嗎 我們要 年輕改革 我們現在還要講 前任居服建設 所以只是這個是 今天排這個齁 國民黨是新 證明中是新 路人皆知 這 這不是 這不是建風插針 什麼叫建風插針 你不懂我的心啊 我一眼旺穿 我們沒有這個才無聊 大小綠之爭 沒有 我們不會那麼無聊 那我現在要談 談318那些狀況 我講20分 我再加他奧奧給我 318那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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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這講得很清楚 318那些狀況是怎麼樣 賴康強 今明年 節和韓國昌在把我擺一個人情立牌 人情看板在哪裡 秀入我 我覺得齁 大家平平都在那裡 人不是在那裡 現在明治已開啦 到底 民進黨有民黨自己的策略 他換好 賴康強講說這個要 前任委員會來演習 但是他理由是說 有提案委員在 不在本委員會 這不對的 你覺得他聯習有其他理由 其他委員會很重要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 絕對不是說 有提案委員 比如說洪洪章委員在前任委員 說財政委員就要聯習 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 但是今天 要不要聯習 當然可以談 當然可以談 第二個 說要先期完成 不能像杯葛總預算 這個 非理性 我不知道實在這樣 假如說這個會議沒有完成 他要像杯葛總預算 要怎麼杯葛法 大家 要有人以信來這裡問證 那今天回到法裡面來談 所有的 大家都很清楚 立法院職前新事法 法案怎麼交付的 立法院職前新事法 第二項寫得很清楚 法案就是程序委員 還審查的意見 以後院會交付 所以院會交付 現在還是聶政委員會 所以立法院職前新事法 第二條 第八條第二項所規定的 但是呢 但是 議員各委員會組織法 十三條 趙委 我讓你很清楚 假如大家能為 這個應該聯習 聯習大家提出來討論 由趙委決定 趙委不能決定的時候 當然數字 數字所有委員會 大概來表決 所以今天我第一個談 國民有說這個不可以聯習 過去 EGFA是多少個委員會聯習 EGFA是八個委員會聯習 EGFA是三個委員會 胡茂是八個委員會聯習 但是這個基本上是法律條文 因為胡茂牽涉到所有各行隊都有 所以是八個委員會聯習 EGFA是三個委員會聯習 內政經濟財政 那這個是一個三位性法案 那 過去 過去在立法案的時候 是 念政 愛交 以及失望法制 所以大家可以談 這個是 今天大家 假如要聯習的話 聯習的話當然 我們會提案 聯習然後退回 那業務再來決定 業務重新交互 我認為齁 大家應該齁 彼此好兇啦 像中文可以談 大家可以理性來談 但是絕對不是建立在監控擦針 絕對不是建立在消費民進黨 所以大家要讓所言 黃沃昌在旁邊說 這個本會裡面通過 2018不投給民進黨 2020不投給民進黨 本系沒有辦法接受 不要再這樣在消費民進黨 308該給時代的官房都有了 請記住 我是捍衛本黨的家子男子尊嚴 反正是 反正是動用 要修本黨的本區絕對會飛機的 所以我們要理性來談 好說這個不合情沒有完成的話 2018不可以投給民進黨 2020不可以投給民進黨 這個是到底什麼邏輯 還在那邊當中 難道不知道兩岸關係的緊張嗎 民進黨執政還不 今天是民進黨執政不是馬英九執政啊 我還不懂得兩岸應該怎麼處理嘛 所以結論 我今天我要把這個嚴格和歷史點 和整個實體發生 為什麼會有 監督條約走二十四年 現在立法院只剩本席 從頭到尾 當初我們也是臨屬委員 請大家不要忘記 歷史的時刻 一九九一年金門協定 一九九三年四二十九號 五萬會談 這些促成的兩岸協議監督條約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二十四號副委 為什麼要停下 就簽我老胡嘛 所以今天 我帶來這個也很肯確的 向所有在座委員 大家來對這個法案 應該怎麼審 各黨有各黨真的主張 我們都尊重 但是大家好好來審 照禮貌上 照官議上 這個民進黨團提案 你當民進黨來主審 也並不是說我們就放著不審 我們知道這個一定要面對的 所以今天在這裡 我先提一個代表民進黨黨團 我們提出 就是說 我們把今天 所有實際上提出來的意見 我們認為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我們認為這個應該 就提案 然後退委前任委員會 重新 還聯繫委員會審查 這是本 本席在這裡 代表民進黨團對於這個法案 民進黨的歷史 以及民進黨團團的態度 立場說明清楚 請各位委員指教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柯總召 但是柯總召 其實行政院 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昨天您前院長也認為該審 但是柯總召認為不該審 您是不支持行政院喔 我們沒有說 我 那個主席 你 你做你自己 價值跟意見的 的前世是不對的 引來我可能要跟你一直辯論 你就照我提案先處理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講得很清楚 這個法案 我們有自己的政策異常 我們從歷史嚴格上 我們必須負責 但是現在 是不是最好 我認為現在 這個時刻 並不是很對 尤其張志願在嗆我們的時候 大家想一想 到底我們在搞什麼 我們要熱冷氣天安冷屁股嗎 好 謝謝